上一條片我們開始了看Python裡面怎樣運用functions functions其實就是一些比較複雜的指令包裝起來 讓我們可以方便去做一些比較複雜的運算 好像在上一條片我們提了怎樣用str這個functions 去將一個integer變成string 不如我們現在又看看另一個跟string有關的功能 例如我現在有一條string就叫sentence 裡面就帶了一個英文的句子 我其實是可以用一個叫len的function 就是len開括sentence的variable 如果我按enter的話 它就會出十八這個數給我的 其實十八正正是sentence這個variable裡面 在裡面究竟有多少個英文字母或者length 另一個很常用的function叫print 如果我們打print開括弧sentence 就是那個string的variable 散括弧 它就會將sentence裡面的字母打印出來 這一刻可能大家會覺得print不太有用 因為我們其實打回那個sentence的variable按enter 其實它都會出那個content出來 但是之後我們當我們寫一些複雜一點的program的話 我們就會看到print其實是很有用的 那我們也可以將一些function 所運算出來的結果 把它放進一個variable裡面記住它 例如我們可以把length這個variable記住我們len這個function 所得出來的運算結果 在這個case我們就有十八 因為那個sentence有十八個英文字母在裡面 python其實有很多不同的function 我們其實很容易地就可以在google找到這些function 是怎樣用的 譬如python len function 我們剛才試過用的那個 其實你看到很容易就可以搜集不到這個function的用途 以及究竟我們在python怎樣打出來 來運用這個function 那我們就不需要自己經常記住這些function是怎樣用的 除了function之外 但是python還有另外一樣東西叫做method 那method和function就很類似的 其實它都是一些比較複雜的運算 包裝了起來 讓我們去用 但是它們的用法就和function有一點點不同 如果要用method的話 首先我們要設定了某一個特定datatype的variable 然後我們再在這個variable之上去用這個method 例如我們有一個sentence的variable 那裡面就是一些string來的 那我們可以試試打sentence點upper開括弧 三括弧 按enter 我們就會看到它就會將我們那句sentence 那裡面所有字母變成大家 那就是upper case 那就是upper case python其實也是有很多不同的methods 那我們試試在google那裡打python string methods 那麼我們搜尋的結果第一個我們試試按進去看看 那我們就會發現其實python是有很多不同的string methods 那麼專門就是針對一些string的variable去做一些複雜的運算 例如我們看看這個string replace method 我們可以打一個variable的名字 點 replace 那我們就可以把一些新的英文字母去代替那個string裡面的原本的英文字母 那現在我們就試試在python裡面去用這個replace的method 例如我們打一句sentence 就變成一個string的variable 那接著我們打sentence 點 replace 那我們想replace facebook 這個字 用instagram這個字來代替 那你會看到那個運算的結果就是把那個句子裡面 I always use facebook Facebook那一串的英文字母 就把它用instagram這串字母代替了 在右上方的字母 做一個翻滑 是 對 直接 他